好詩多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奇怪 尤其金光閃閃的黃金金條 更是吸引民眾瘋強 在好詩多黃金到底有多火熱 根據富國銀行分析師預估 好詩多每個月 光是金條的銷售營收 可能就有一億到兩億美元 折合臺幣最高上看六十四億 不過在好詩多買金條 到底划不划算 以匯率三十二點一五來算 好詩多一公斤黃金賣兩百四十六萬臺幣 等於每盎司兩千三百八十美元 一臺錢要價九千兩百二十五元臺幣 對比銀樓一臺錢九千三百五十元臺幣 來說略為便宜 業績比較好的時候 有超過兩百五十億以上 所以一億到兩億這樣來對比 其實佔比並不算太高 四十多我們得到的一個金價 去做一個換算的話 大概跟現在的黃金現貨的 預價比例不超過百分之二 所以甚至有可能 好詩多他是做一個賠本生意 就算與黃金現貨價格來比 好詩多的金條 也才預價不到百分之二 好詩多黃金火爆程度 卻以利潤不成正比 Company帶給公司實質的獲利效益 我們就要看來比我還要的 好詩多的金條 對比公司實質的獲利 對比公司實質的獲利 是很難充分之二